好 我们今天是第一篇 请大家 这个班长讲义都已经发了吗 好 OK 很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讲第一篇文章 我现在做的这个就是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参考造作 我们报告的同学要让大家能够听得懂 那怎么办呢 第一个 你要先读 上次有关于上课的准备 上礼拜我已经讲过 我尽量不要再重复 有一些好的文章我们要精读它 那这个是我们在研究所要长进我们的知识所必要的 也就是说大学部大家都已经学过了 如果老师在研究所跟大学部教的是一样的 那我不知道同学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再重复以前的对你们好吗 而且研究所主要是要培养各位 有一种独立做研究的能力 那上次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能力里面又分成许多的细项 那我们这个细项当中的第一项 也就是开始的项目呢 就是要让大家可以读文章 那当然这些都是法学英文 而且都是比较难的东西 那我们每一次呢都会有专题 那这个专题呢 你也可以说是我每两年循环一次的课程里面最根本的 就是我们讲宪法专题研究 那宪法我们一定会牵涉到比较宪法 所以我们现在会看看别的国家 他们对于宪法的解释方法是怎么样理解的 那这个学期我们主要是上次介绍过了 我们要读一本书 以那本书为主 那加一些其他的文章 那本书呢就是美国宪法的解释 那今天呢是一个导论 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说 这是一个方法 看看大家能不能尽量这样做 我们把文章读 读完了以后呢 你还要读第二次 甚至要读第三次 因为呢你要看看 你要跟大家怎么样讲 大家能听懂 那当然前提是你要能听懂 自己先懂 大家才能听懂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书 文章也是一样 书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先讲这篇文章 它的名字呢 What is the constitution the constitution上面有quotation mark 也是说什么是宪法 OK 然后打个瓜糊 and other fundamental questions 以及其他的基本问题 大体上是这样子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标题以外呢 就是看一下它的小标题 它一共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大部分呢 一看到了吗 这是在第99页 对不对 What is the constitution 什么是宪法 那the constitution 就这一部宪法是什么 什么是这一部宪法 因为它讲的是美国宪法 那通常讲美国宪法的 那个C呢会大写 那我们中文里面 不知道该怎么讲 我说宪法第几条 当然这是我国宪法第几条 除非我特别讲别的国家 那什么是宪法呢 第一个部分 A Here in of the constitution one and of the constitution two 第一个部分呢 是有宪法一跟宪法二 有没有看到 一跟二呢 它是用下标 所以呢 你在这里 你可以隐含的感觉到 宪法有两种意思 有宪法一跟宪法二 什么叫宪法 那有宪法一跟宪法二 是不是有两种不同的意义 当我们讲宪法 我们实际上只称的是 两种不同的意思 只是我们一般不去加以细分 那作者是把它分开来的 这个是它的见解啦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我们一面讲它在讲什么 二方面我会问你们 我所想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101页 这个第一部分的B Why bow to all the constitutional directives and why issue new ones 那意思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屈服于 我们为什么要服从于旧的宪法指令 你可以想象呢 宪法当中这个指令 这个directive可能在我们现在受到德国人的影响 比较多的是所谓的宪法诫命 宪法上的命令 宪法命令我们做什么事情 宪法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那我泛泛的把它翻成指令 如果你们有读欧盟法什么 他们有很多directive 也是指示各国要做什么 那宪法当中当然有很多指示性的命令 要我们做什么东西 这样的东西 现在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要服从于旧的指令 旧的宪法指令 因为宪法在以美国来说200多年了 那制定宪法人都死了 修宪人也死了 那我们制定宪法人当然也死了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宪法 因为今年民国110几年 但是我们1947年开始有宪法 那也是很久了 大概也差不多都死了 and why issues new ones 当然是指前面的directive 为什么要服应旧的宪法指令 又为什么要创造新的宪法指令 好 因为我们讲什么是宪法 那就会一定会提到呢 那旧的为什么要服从 为什么不只是要服从旧的 还要创造新的 好 请看104页C 这个小标题 What norms does the constitution 2 consist of 它竟然区别宪法1跟宪法2 那么请问宪法2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规范 我们通常讲宪法 假如你认为它是一个文本 那宪法的意涵 通常我们是讲宪法法 那我们一般把那个第二个法省掉 我们讲的宪法有两种意思 那这个宪法法里面是不是包含有规范 包含了哪些规范 这个事情它只是要讲讲 它不是要真的全部列给你听 它只是讲有什么样的东西在里面 好 往下2 刚才第一部分 现在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是什么 是宪法 第二部分 What does it mean to interpret the constitution 所谓解释宪法 是什么意思 解释宪法就何所指 这样讲 我们有真正要翻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讲宪法解释 到底什么是宪法解释 OK A Interpreting the constitution 1 既然宪法有两种 那我们第一个当然就是解释宪法1 什么叫解释宪法 第一部分我们先讲 什么叫做解释宪法1 好 第二部分 112页B 有没有第二小部B B它说什么呢 Interpreting 然后打个关乎 Specifying the constitution 2 我们解释 那实际上这个解释呢 作者把它精确化呢 就是具体化 我特别指定 我特别使它具体化 宪法2 好 那刚才1 只是它用了解释 2呢 它在解释后面加了具体化 可见呢 这个具体化宪法2呢 可能应该是不同于第一种情况 而且应该是比较难才对 好 我们现在往下看呢 119页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呢 Is the supreme court supreme 最高法院真的最高吗 And if so 如果真是这样 How deferential ought it to be 那么最高法院 应该要对于其他 与它平行的政治部门的意见 尊重到什么程度 Deferential to 就是顺从 就是尊重 顺从比较难听 也就是说 我尊重你 我就不挑战你的决定了 If deferential at all 如果我们要 如果有所谓的最高法院 顺从于其他 与之平行的部门的意见的话 如果有的话 那么它要顺从 多顺从 它应该要多顺从 顺从到什么程度 In interpreting the constitution 最高法院是最高吗 当它在解释宪法的时候 如果有顺从这件事情 那么它在解释宪法 它应该顺从 其他部门到什么程度 A Is the supreme court supreme 最高法院 是不是最高呢 B 在124页 How deferential ought the court to be In interpreting the constitution 1 当在解释宪法1的时候 第一种意义的宪法的时候 最高法院 应该要对其他部门的 平行部门的意见 顺从或者尊重到什么程度 C How defer 125页 How deferential ought to be Ought the court to be In interpreting Or specifying the constitution 2 在解释或者具体化 宪法2的意涵时 那么最高法院 应该要对其他 与之平行的 政治部门的意见 顺从或者是 尊重到什么程度 好 最后133 第四大部分 Concluding comments 就是结语了 大概就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了解了它的结构 它这个结构呢 跟一开始 它第一句话呢 它最前面的引言呢 是有关的 好 我们现在看它的引言 就是没有标题的部分 在第99页 所谓的opening paragraph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ever of the most divisive moral conflict that have beset us Americans in the period since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II have been transmuted into constitutional conflict and resolved as such 中间有两个差距 它那个有没有看到那个 Dash Dash 那讲的是差距 你可以念 你也可以不念 你如果不念 你就把它跳过 好 我们先讲主句 主句是说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在美国最具有争议的 Moral conflict 道德的冲突 道德的冲突 等一下它会跟你讲哪些 那么都转成了 转变成为宪法上的冲突 而且呢 以宪法冲突的方法呢 获得了解决 这是第一句话 因为我们现在的白话讲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有争议的问题 这些有争议的问题 最后都变成宪法问题 用宪法方法来解决了 这是白话讲 好 那再下面一句 The most prominent instances 最显著的例子 include 包含哪些呢 Conflict over racial segregation 有关于种族隔离 然后这样的争议 Affirmative action 当一个团体弱势 被欺负很久了 比方说像美国的黑人 那我们现在不是单纯 不再欺负他 他就会跟我们平等 我们还要更积极的 去做一些措施 帮助他们跟我们平等 比方说给他们保障名额 让他们比较容易 进入到好的学校 如果大家真正平考试成绩进入 那他一辈子可能要再等三百年 他才有办法跟白人竞争 好 这就叫affirmative action 我的翻译呢 通常是我会说他是所谓积极平权措施 或者是矫枉过正措施 sex based discrimination 以性别为基础的歧视 这通常主要是指男女的 男性别的歧视 男女的 但是现在当然有包含新的意义的 然后呢 homosexuality 同性恋的问题 abortion 堕胎的问题 and physician assisted suicide 在医生的帮助下的自杀 比方说 那个病人他不想活了 我活得很痛苦 我每天要打那么多的马飞 因为很痛 癌症的缘故 那你帮我把管 让我死吧 像这些 这些都是争议 那这些争议本来是道德上 这样做有道德吗 合乎道德吗 你歧视同性恋 对吗 但是最后呢 都变成了用宪法的问题 而且有一部分呢 on the basis of a claim about what the 14th amendment forbid 美国征修宪法征修条文 第14条 或者宪法征修条文 14条 或者是14修正案 以它为基础 来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这样子 那么他的问题 他作者的问题是 which of the conflict 我们刚才讲的 这些争议当中的哪些 如果有的话 have been resolved 被解决了 as they should have been resolved 如同他们应该被 被这么解决 ok that is when have been resolv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nstitution as they should have been resolved 我们宣称说 他们是宪法问题 他们应该依照宪法解决 那么他们真的是依照宪法解决了吗 if one wants as I do to pursue that inquiry 我们如果要问 这么样一个问题 那么one must first answer three questions 我们必须要回答 先回答三个问题 那你就会注意到 这三个问题 就是它下面的 一二三 第一 what is the constitution 是不是第一部分 宪法是什么 你说这些问题 是宪法争议 然后依照宪法解决 那宪法争议 怎么依照宪法解决 是要解释 好 所以什么 什么叫宪法 what does it to mean what does it mean to interpret the constitution 所谓解释宪法 是指什么 这不是它第二部分吗 is the supreme court supreme in interpreting the constitution 当在解释宪法的时候 最高法院 是不是真的最高 好 那它这个构造 讲完了 它下面就是这样安排的 好 我们现在进行到 所以你看它的主标题 说什么叫宪法 以及其他根本问题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扣合 好 一 what is the constitution 什么是宪法 下面就是宪法一跟宪法二 所以我刚才说 你可以把它想象为 我们所谓的宪法 有两个意思 好 那么 the referent of the phras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所谓 美国联邦宪法 美国宪法 美国宪法所指称的 is one it is sometimes the document 有的时候我们讲美国宪法 是指的这个文件 the text 这个文本 cor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就叫做美国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讲宪法 实际上是指的它的文本 它的规定 but the referent it is sometimes indeed often 但是更经常的 它是 the norms that constitute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是指构成 美国这个国家 这个私土 这个土地上面 效力最高的法律 因为他们的宪法 第六条说 这个 the constitution should be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宪法应该是这块土地上 效力最高的法律 我们宪法 虽然没有用这个名文 但是我们有说 抵触什么什么 抵触宪法者 无效 171跟172 所以宪法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国家之内 效力最高的法规范 那这是第二种意思 所以宪法一就是指宪法文本 你看这个字 the text 宪法二就是the norms 就是构成效力最高的那些规范 好 那我们要解释宪法 我们要先抓到 被我们解释的课题 是这个意思 that there is no disagreement about what sentences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first sense 就第一意 所谓宪法一而言 大概没有什么争论 因为美国宪法是成文宪法 那里面有些什么样的文句 contents does not mean that there is no disagreement about what norms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second sense consists of 宪法文本 有没有包含什么样的字句 因为我们是成文宪法 鲜少争议 但是这并不表示 那文本没有争议 文本所表现 所要代表的规范 没有正义 不是这样子 通常是那个部分会有正义 the constitution one is not identical to the constitution two 宪法一 是指宪法文本 宪法二 是指宪法作为国家最高的法规范 这两者之间不相等 那我们平常在学习的 是以宪法一作为基础 但是大部分在学习宪法二 那你可以想象 宪法二 尤其我们现在的系统 是不是因为大法官解释 美国有最高法院 德国有联邦宪法 法院 他们解释充实的结果 所以宪法二远远要比宪法一 来得复杂 而且来得多 那我们看一百页 what is the constitution to 什么是宪法二 the preamble to the constitution 宪法前沿 这个宪法是指宪法文本的前沿 declare 宣示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do ordain and establish this constitu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我们美国人民 现在我们授权或者是下命 并且建立这个美国宪法 这个意思就很像我们宪法前沿 意思说这个宪法是一个民主宪法 是人民让它形成宪法 不是神规定的 不是哪个君王命了 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culture 在美国的宪法文化里 few 很少人 disagree that the norm the constitution too consists of include at least some directive issued by that is some order ordained established by we the people 那我们说二宪法二 宪法二作为国家效力 最高的法规范 它包含什么内容呢 至少 很少人不同意 贤友人不同意 它至少有一部分 是自宪先贤门 我们人民所建立的规范 至少是有一部分 是他们建立的 more to the point 更具体的来讲 few disagree that the constitution too consists of some norm partly because the norm were ordained and established by we the people 从讲一遍 意思差不多 it is not a convention 这是一个惯例 或者是一个真理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culture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美国人民 not only do ordain and establish this constitu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不只是建立了 这一部宪法 but may ordain and establish 不只是我们建立 而且我们可以建立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only we the people may establish norms as a constitution 刚才说 宪法是我们美国人民 所建立 而且我们美国人民 有权这么建立 但这句话呢 并不是说 只有我们美国人民 才能建立规范性的宪法 来能建立宪法的规范 不是只有这样子 那意思就是说 除了美国人民 或者自宪者 或者是修宪者 他们所要建立的规范以外 还有别的规范 也变成了 现在美国最高的规范 但是不是真正人民建立的 what directive have we the people issued what norms have they established 那他们美国人民 究竟建了什么东西呢 那这个东西就是 他训练要跟我们解释的 这个具体的这个内容 那大体上呢 下面这一段呢 我就跳过了 那我只要讲的就是说 他想要强调的是 他们在写这些文字 写这些文本的时候 他不只是在用文字 他希望用我们的话讲 叫文以载道 他的文字要表达 要传达 他们用这个文字的人 所能理解的意思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 他们所要建立的规范 这样应该可以理解吧 我们中文也是这样 英文也是这样 什么文字都是这样 那我们文字表达的 不只是好像在做文字游戏 那个文字是在传达 写那个文字的人 他所理解的意思 那个意思就是 他所希望要建立的 作为这个国家之内 最高的法规范 好这个是一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BA讲完了看101页 为什么我们要服从于 屈服于旧的宪法指令 为什么还要 又为什么要发布新的指令 好那他下面那句话 下面就已经讲了 Y看那个101页的中间 大概你看了有些数字 那个所谓We的people 包含了1787年到1789年 真正制定宪法的人 以及1787到1791后来 增加了十个宪法征修条文 就是人权条款的人 等等等等 好下面那句 They amend the constitution one so as to amend the constitution two 修宪的人 他们把宪法的文本做了修改 那么同时 他们也创造了新的宪法规范 所以他也修改了宪法二 可是why then 为什么 should we why should we 为什么我们应该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now living 为什么我们现在在美国 活着的这些人 为什么应该 accept the constitutional directive issued by persons long dead is our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他们都死了 那为什么他们死的那些人 所建立下来这些宪法的指令 我们还要继续服从呢 why should those of us who believe that the directive should not be part of our constitution bow to the directive 假定我们当中有某些人认为 那有一些这些死人 他们所建立的这些规范 根本不应该成为 我们宪法当中的一部分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服应它 这话讲的比刚才复杂一点 刚才只是泛泛地说 为什么要服从 为什么我们活着的人 要服从死的人所建立的规范 现在特别讲的是 尤其是我们活人当中 有一部分死的人建立的规范 我根本就不承认它 我不同意的 那我为什么还要服从它 是不是 假如你都同意 那你就服从嘛 这很容易理解 那有些我们不同意 为什么还要服从 这比较深刻化它的句子 好 再下一个段落 we might try to change the existing convention by amending the constitution in a constitutionally ordained way for example in the way ordained by article 5 我们可以修改 我不喜欢它 那很简单 我们可以做的方式 一就是我们修改 按照宪法规定的方法 特别是宪法 征修条文第五条 所规定的方法 来修改宪法 我们可以这样做 但是 我们可以问的问题是 我们要修改宪法 为什么一定要照 宪法规定的方法 来修改宪法 我们宪法原来在174条 现在征修条文第一条 以及第十二条 都有规定 宪法怎么修改 那现在不管这些人 是不是还活着 但是他都是在我们之前 已经定了的 你修宪也是好多年修宪 李登辉三十年前修宪 等等 为什么我们要服从 我不可以用我的方法 来修宪吗 好 你看这一段的最后面几句 Indeed Why shouldn't we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 Try to establish a new constitutional directive in a way that is not constitutionally ordained 为什么我们不能 不应该用一种 宪法所没有规定的方式 来修改宪法 好 那下面要给答案 最一百零页最底下那个段落 The most basic reason 最基本的理由 for bound to a constitutional directive 服从服因一个旧的宪法指令 Unless or until it is established in a constitutionally ordained way is practical 为什么一直到 为什么除非那个旧的指令 被去除掉 依照核宪的方法被去除之前 我们都要服从 那么最基本的理由 is practical 就是现实的理由 这样讲有听懂吗 那他下面就讲了 怎么样现实的理由 从那个小字到下面 一百零二页都在讲这个 那大概的意思 他原来是借用一个契约 来说明这件事情 那因为我们知道 宪法也算是 人民与国家的一种契约 主权者的一种契约 那么这里面呢 他有讲到 他的基本想法 是什么叫做practical 为什么是务实的想法 因为一百零二页那个地方 他有跟你讲 trying to renege on the arrangement 你对于已经计设好的安排 就是我们契约里面讲的 然后你要违约 你要 你不遵从这个 你要试图违约 你想要用 不是宪法规定的方法 来修改宪法 那就是违背我们宪法的规定 就如同我们违背契约一样 好那为什么 这样做是不切实际的呢 你看下面讲 because to succeed in that effort 因为你如果违约要能成功的话 we would have to carry enough orders with us to set up an alternative 我们要伙同其他足够的人 那我们一起 试图建立另外一个替代方案 and that will typically be too costly to be worth the effort 而这样做呢 通常呢 是所费不止 意思是成本过高 而且成功的几率不高 It is not surprising 不容会言的呢 在真正特殊的情况之下 也许有例外 那这是我们不是寻常的情形 非常特殊的情况之下 才会有 这个在哪里呢 在小柱11后面 我们刚才说 因为所费不止 所以我们与其伙同一群人 那费了很大的力气 那还不一定能够成功 那不如我们就照旧的做 这个是完全是基于务实的考虑 但是这样子讲呢 看这个小柱11后面 This is not to say 我这么说呢 并不是说否定 That in truly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在真正非常情况下 E.G. 比方说 A revolution 革命 A civil war 内战 像现在美国会不会 Trump当选会不会内战 有很多人在讨论 Or a great depression 或者像1939年那段时间 全世界经济大萧条 大家都要脱困 像这些特殊情况之下 Some of us could disestablish a directive 我们当中的某些人 也许可以废除掉一个指令 Or could establish one 或者重建一个新的指令 怎么呢 In an other than Constitutionary ordained way 以一种不是宪法所规定的方法 也就是不是以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 来缔造或者废除 废除一个旧的指令 或创造一个新的指令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就会讲到一个人 我们这学期会读到他的一部分文章 那个Bruce Ackerman 这个人呢 has argued persuasively in my view 用我这个作者认为 我认为他讲的很有道理 他曾经成功的这么说 that the 14th Amendment 第十四修正案 was neither proposed by Congress 既不是国会所提议 nor ratified by state 也不是各州所批准 in full accord was the requirement of article 5 我们就听到这话 觉得很奇怪 十四修正案不是宪法 美国现在有二十几个修 二十七个修正案 那这个不是修正吗 那么二十六个修正 二十七个修正案里面 现在呢 他说第十四修正案 并不是完全真的依照宪法第五条的 这个程序 由国会提出 然后由各州批准 他说不是全然是这样 而且他认为 作者Perry认为 Bruce Ackerman的这个说明呢 是很有说服力的 好 那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宪法 包含你在宪法纸本当中看到的东西 它不一定是根据宪法的 这个修正的规定产生的 那么下面还有一句 moreover 看到了吗 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 moreover it is almost certain 几乎确定的 case that in at least a few instances 至少在某些情况之下 supreme court justice 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have de-established a directive or have established one or have done both 这个宪法指令 有可能被最高法院废除 也有可能由最高法院创造 有可能两者都有 在某些情况下 那这个它下面在subsection c 这个小节里面 还会再进一步的谈到 也就是说宪法二 从哪里来包含哪些东西 那现在它要讲一下呢 用不用宪法的规定方法来修宪呢 这里面真正的意涵是什么 好看一下102页的最底下 那一句话 what reasons might we have 我们可能有什么理由 for wanting to establish the directive as a constitutional directive 我们把一个指令 建造成为宪法指令 那也就是说 我们不只是要它 用立法的方式 并且要它用修宪 或者制宪的方式 使它成为一个指令 那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 我们为什么不通过一个立法 说人民要怎样 这也是指令 我们为什么不创造立法指令 还要创造宪法指令 好103页 那么这里就牵涉到 刚性宪法 的确是很难修正的 那我们看一下美国宪法 第五条 真修条文 第五条不是真修条 对不起 article 5是怎么规定 103页第四行 它的引号 那就是它的规定 the congress share proposed amendment to this constitution or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egislature of a two-thirds of a several states 或者各州立法者 有三分之二州的立法者 也可以请求 share called a convention for proposing amendment 要召开所谓的修宪大会 它只有两轨 第一轨 就是由联邦的参众两院 各三分之二 多数通过宪法修正案 要不然就是各州 有三分之二的州 要求 请求要召开修宪会议 ok and then when ratified by the legislature of the three forces of the several states 那如果是第一轨的话呢 那就要由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的参众两院议员 提出宪法修正案 然后送交各州 有四分之三的州议会 同意的话 那就生效 ratify批准的话就生效 另外第二轨呢 假如你召开修宪大会的话 那么修宪大会代表当中的 四分之三同意 也可以 那你可以看看呢 不管你是走哪一轨 这个是不是都有制衡 参议院没有三分之二 众议院有三分之二 也没用 参众两院都要有三分之二 还看看有没有四分之三 同意 州同意 所以是不是充满了制衡 你去对照一下呢 老师在书里面也有讲到 我们的宪法174条 是个大漏洞 当时不知道为什么 就完全授予国民大会 所以国民大会说要怎么修 它怎么通过就怎么通过 没有制衡在这里 这是我们宪法 如果你要问我宪法的本文 最大的漏洞是藏在这里 但是当时的设计 可能是认为国民大会 是一个疑似性的机构 选完总统就解散了 让他们不能自己再召集 很难自己自行集会 那如果要开临时会 都要有人召集 不是总统召集 是立法院召集 都是很难召集 然后基本上呢 认为这个火山压在那里 他就死火山了 休息了 向他休眠 他每年每到六年 叫他选总统一次 选完他就解散了 又是无几次 他不是常设机构 所以不必担心他会修宪 那也就是我们这部宪法 应该是垂株万事 可以无余了 但是呢 等这个情况呢 后来退到台湾以后 就有些改变了 那如果有兴趣呢 去看老师的书 有讨论到这个 但我现在讲这个就太多了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句子理解完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下面讲这个小株十四之后 for us 对我们而言 对美国人而言 to establish a directive by means of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以一个宪法修正的方式 来建构一个指令 is for us 那是对我们 to try to make it especially difficult to de-establish the directive 也就是我们用修宪的方法创造的 宪法指令 意思就是让他变得非常困难 取消这个指令 这就是我们的意思 那opting for the constitutional strategy 我们寻求宪法的策略 就是走宪法的路 rather than for the statutory one 而不是普通的立法 not by a legislative majority not only by the super majority acting through the extraordinary politics of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就是不走一般寻常的普通多数决 而是要走宪法所规定的 非常多数决 等一下他会讲到这个 super majority是超级多数决 因为刚刚看两个个要三分之二 两个都要三分之二 还要各周四分之三 你看这个有多难 所以200年来才26个吧 应该有26还是27 我现在记不得 最近的一个不知道有没有通过 2627个 好 那103页的那个下面那一段 what the reason might we have for wanting to make it so difficult to de-establish a directive 是啊 你这样讲我懂 我们这样子使他这个宪法的指令 很难被消除 那我请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we might be skeptical about capacity of our ordinary majoritarian politics to safeguard the directive adequately 我们可能有很多原因 我们现在讲讲看 可有哪些原因 我们要把它弄得那么难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 我们是不是很怀疑 我们一般的普通多数决的 这种所谓的国会 或者是平常的这种立法 可能他们没有办法 适切地保障 我们这个宪法的指令 这是第一个可能 再跳下面一行 we might fear that we who are enthusiastic about the directive might lose our political dominance and those who take over place might be hostile to the directive 第二个可能 像在台湾应该也有这样的考虑 我们是不是会想到说 我们虽然很热衷建立于这个宪法的指令 但是有一天我们可能失事 我们可能失去政治上的主导地位 比方说选举选输了 我们多数变少数了 那激人的人呢 他可能不乐于看到这个指令 那如果你没有用修宪的方法 创造它 然后没有要求要用修宪的方法 去废除它 那他用普通多数决就可以干掉 所以我们很担心 所以我们不要 好 这是第二个有可能的 再往下 we might fear too 我们也可能担心 even if we hold on to our political dominance 即使我们能够保持 我们为 比方说蔡英文怎么选 民进党怎么选 都还是继续执政 那就是继续保有主导的地位 好 也许我们 即使我们保有 保有政治上的主导地位 但是我们可能担心什么呢 our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 might fail to safeguard the directive adequately 但是我们的民意代表呢 可能没有办法适当地保护 守护住这个宪法的指令 总之呢 下面这些 刚才讲这几个理由都是理由 总之就是呢 我们呢 in short we might distrust our future politics 我们对于将来的政治没有信心 所以我们要巩固住 我们现在的政治所得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把它搞得这么难 我们是不是刚性宪法 我们的宪法修改也很难 好 各位可以去想一想 宪法修改很难 那宪法实际上有没有变迁 有没有变动 宪法二的内涵有没有改变 有 刚才讲说 不是只有自宪者会创造 修宪者会创造 还有其他管道 那有可能是国会加总统 也有可能是最高法院 那我们现在讲宪法解释 当然主要是最高法院在变动这个宪法 那你就可以想想 这个是不是很紧张 我们老百姓 我们国民民国的主人 我们要修改宪法这么难 那如果你们大法官 可以随便改动宪法的意志 那这个会不会很紧张 你们有什么民意基础 我们害怕 我们担心 一般的政治 没有办法守护宪法 那我们会不会同样也担心 我们交给大法官 或者交给宪法法院 他也不一定能够守护宪法 这个是有趣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观点 有些个不一样 我们慢慢有机会 会再往下讲 好 然后下面呢 Not there aren't other reasons 我们要用宪法的方式 创造出宪法的指令 也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 好 比方说 For example A political community might need to establish or reestablish its basi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practices so that its day-to-day politics might then begin or begin again to operate 意思就是说呢 有一个社会的社群 有一个政治的社群 他们希望要建立一些 所谓的基本结构 就基本建制派 basic institution 比方说以我们的宪法来讲 就是五院 这是不是个basic institutions 还有机构跟机构之间的安排 像我们的宪法57条 像我们的征修条 第三条 这些都是基本的安排 他们之间怎么互动 比方说大法官解释里面最典型的说 五权分质平等相为 这是不是机构跟机构之间的一种关系的安排 那我们有可能作为一个政治社群 我们希望透过宪法把这些机构 基本的机构跟这个机构之间的安排定下来 然后我们再开始去推动一般的寻常政治的运作 比方说议会的运作 你说你们在底下怎么搞怎么搞 我们的基础结构是不会动的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可能考虑 是不是 看下面 在下一行 Or it might want to remove certain issues from the agenda of its ordinary politics 也有可能我们希望让我们寻常的政治 也就是议会政治 没有办法碰触到某些个议题 你说这些议题我们也许认为很重要 我们根本就不让你碰 所以我就把它移到宪法去 那你就没办 你就没有办法用普通的议会决定来改变它 那通常这个议会的这样的宪法指令 也可能是极为重要 所以我们认为一般的寻常政治 不适合操作这个 他现在这个作者讲的 他虽然没有具体的说 但是在概念上讲 非常像是Bruce Ackerman所讲的那个 说我们有所谓的constitutional politics 有所谓的ordinary politics 就是他说美国是二元式的民主 二元民主结构 人民当家作主所做的决定 是修宪自宪的这种情形 然后我们人民的代表 替我们去做的是 一般寻常 他们在议会里面寻达 通过法案预算等等的 那是一般的政治 那都只要普通多数据 那也就是说 我们对于普通的政治不相信 我们就把它放到宪法里 然后把宪法变得很难修改 也只能依照非常难修改的 宪法修宪程序去把它改变 那这些是他有可能的考虑 好 这以上呢 是B 那么C 现在在104页 那么宪法二究竟呢 这是作为国家最高的法规范 究竟包含了哪些呢 那么他这里面呢 有讲到 这一段 第一大段的第六行嘛 As I now explain 我现在将说明 Fu constitutional scholars 几乎没有宪法学者 Disagree 几乎没有宪法学者 不同意 That constitution consists of at least some fundamental norms that were probably never established by we the people 宪法学者几乎无人不同意 今天我们讲 作为国家最高法规范的这个宪法 这种意义的宪法 就是宪法二 里面的内容 它有包含的一些 可能并不是自宪者 或者修宪者 所谓我们人民 所建立的规范 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 不是修宪自宪者 也有办法创立规范吗 OK 那下面的问题来了 下一段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if any is it legitimate for the Supreme Court to strike down as unconstitutional a law or other governmental action on the basis of a norm that in the court's view is not a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 that was ordained and established by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their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s 这是他的提问 那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有这个规范 但是我们的问题是 那在什么情况之下 如果有的话 在哪些情况之下 联邦最高法院 可以以一个 不是由所谓我们人民 所建立的这个规范 的规范 作为基础 来宣告法律 或者其他政府部门的活动 比方说总统的命令 违宪 而可以认为是正当的 这个这个话的意思 讲白一点就是 如果是我们人民 自己建立的规范 那你最高法院 引这个规范 你来说它是违宪 说法律是违宪的 或者是说 政府的部门的活动 行为是违宪的 这个比较没有争议 它就在那里 我们不是开始说 我们人民 递建了这套宪法 所以以我们人民 进创造的规范 当然可以把它宣告违宪 有问题的是 我们这个宪法包含了 不是由人民 创造的宪法规范 那现在最高法院 能不能引中这些规范 来宣告法律违宪呢 而认为是正当的呢 这句话 这样的问 这种问题 这种所谓的 这种挑战呢 才是有意义的讨论嘛 就是要讨论 是不是合法的 和正当的 legitimate 这样子来讨论 是不是 好 这个是他提出来的问题 好 下面呢 104页的 再下一段 the issue however is really so simple 问题呢 很少 是这么简单的 那到底是不是简单 会看起来 好像不是这么简单 is really so simple is很 很少 很少碰到 这么简单的问题 assume that 我们假定 a generation or even longer ago 一个世代 或者更早以前 the supreme court strike down as unconstitutional 宣告为违宪 a law 把法律 或者其他政府的活动 宣告为违宪 on the basis of a norm that in the view of the court 依照法院的见解 那个规范呢 is no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 ordained or established by the weak people 我们就假定 有这种情况 好 我们先假定 it doesn't matter to the inquiry I want to pursue 我刚才问的 那个问题 对我刚才 问的那个问题而言 下面的 这些问题 都不重要 比方说 whether the past the court abates its decision on an honest but mistaken view 法院呢 他是诚实的 但是法院 诚实的搞错了 他的观点 是诚实的 他真的这么认为 但是他误认为了 他自己不知道 他误认了 好 不管 不管怎样 反正他就是这个见解 他认为 这个 这是违宪的 好 那这个 对我这个问题 答案重要吗 不重要 或者是 我们可能碰到 比较坏的法院 他假装 他骗我们 他明明认为 这个规范的意思 是A 但他偏要说 这个规范的意思 是Y 然后根据Y 来把它宣告违宪 这个他骗我们 或者是呢 unreasonable 最底下 小株十九 on an unreasonable specification of an indeterminate constitutional law 他是根据一个 不合理的具体化 一个所谓的 不特定 不确定的 宪法规范的 对一个不确定的 宪法规范 进行了一个 不合理的具体化 这个他是具体化了 他刚讲宪法解释 其中第二种 宪法二的解释 他就是具体化 但他这个具体化 最高法院的具体化 是根据一个 不合理的具体化 or even on the theory of a 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 或者他依照了 某一套 宪法裁判理论 according to which the court may enforce 而法院认为 我就可以贯彻我的意思 不管 现在刚才讲的这些 最近最高法院 你所认识的法 是怎么认知的 这个不重要 这不影响 我刚才的问题 我的问题 还是刚才那个问题 OK 那还是他有把那个句子 重复了一遍 然后你看105页 在小柱20之前的那一段话 few constitutional scholars 很少宪法学者坚持 that the court should never acquiesce in old constitutional ruling it now believes to have been wrong 我们现在认为 有一个宪法的判决 过去的老判决 是错的 但是呢 我们很少宪法学者会坚持 最高法院 你不可以默认 那个现在看起来 错误的宪法裁判 the disputed question is when 有争议的问题是 什么时候 the court should do so 什么时候 法院应该加以默认 我们没有人说 法院不能默认 即使是错的 但是我也不推翻他 那问题是 什么情况之下 你应该去默认 这个是有争议的 那现在呢 他讲的下面这一段话呢 I do want to float one suggestion 我要讨论一下一种建议 或者一种可能 if over time 如果随着时间的经过 the practice or the premise 下面你要注意 它有时候叫practice 有时候叫premise decreate by the old wrong ruling 这个一种实物的运作 或者是一个旧而错误的判决 所建立的假设前提 premise 我们实物上这样做了 这是the practice 那之所以这样做 那有可能是因为 一个错误的判决 那个判决叫我们这样做 那个判决是建立在 一个前提上 不管是这个 讲这个运作 实物的运作 或者是讲那个规范 我们可能是建立在 一个前提的那个规范 那这个东西 practice or premise 两个 has become such a fixed and widely affirmed and relied upon feature of the life of our political community that the premise or the practice is for us bad rock then the premise has achieved a virtue constitutional status it has become a part of our fundamental law such a premise out not now be overturned by the court 这是他讲了 我们什么时候 应该要默认呢 在这个作者的看法是 如果有一个错误的 所以是错误 我们现在全是错误的 但是实际上 这个宪政的 惯例运作 或者是一个错误的判决 他所建立的那个前提 这个已经根深蒂固 你看他是不是 fixed and widely affirmed 被大家普遍的接受 而且信赖 那已经成为了 我们现在 美国 所谓政治社群生活中的 一部分 那实际上 他就取得了 一种 实际上的宪法地位 a virtual 小柱22之前 a virtual constitutional status 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 宪法里面的基石了 bad rock 因为大家一直都这样认为 一直都这样做 他已经成为了 事实上变成了宪法的基石 已经取得了 事实上的宪法地位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最高法院 就不可以 随便再把它推翻了 好 那下面有一个人 这个Robert Borg 这是 我记得是雷根政府提名 担任最高法院的法官 但是没有通过 所以当时对于参议院 什么情况 可以通过什么情况 不可以通过总统提名的 大法官候选人 曾经引起过很大的辩论 好 那大体上 我还印象中 好像当时多数的意见是说 Robert Borg 这个人很优秀 也有很多的著作 也非常的聪明 作为一个法学家 他没有问题 但是呢 他的见解 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 所以我参议院 把他拒绝了 turn down 当时还有一些 虽然有政治 但是还有一些奖礼 他们是说一个道理 好 那我们看这个Evan 他说即使像 比方说 你假如认为他保守了 我不知道这样讲 是不是 那我假定说 打个瓜糊 即使保守 如Robert Borg 这样一个人 has argued 他也曾经 主张 some mistaken constitutional precedent 某些错误的宪法 判决先例 has become so embedded in the life of the nation 已跟我们这个国家的生活 如此密切的结合 so accepted by the society 已经这么被社会所接受 so fundamental to the private and public expectation of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被我们私人和公共的期待 私的个人 被个别的私人 还有公共的机构 已经对他产生了如此根深蒂固的期待 that the result should not be changed now 那就不应该 现在就不应该再加以改变了 那这个地方 他又讲到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 你们听听看 同不同意不重要 那讲结论 because 因为 第五条的process of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第五条所规定的修宪程序 是一个超级多数据 for the court to overturn such a premise would be for it to empower a minority to impede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premise as part of our constitutional law 那你要推翻它 那如果你按照第五条 第五条是一个超级多数权 那对于法院而言 把这样一个已经存在的宪法规范 加以推翻 那就是等于你让他授权 有极少数的人 就可以去阻止重建这个规范 作为我们的宪法 他已经把它翻掉了 他把它翻掉 那你现在怎么样再把它翻回来 要走原来那个修宪程序翻回来 那原来修宪程序是不是要三分之二 那不到三分之二 那就少数 甚至于极少数人 就可以block住你了 你有三分之二 那我就只有三分之一 我有三分之一 你就没有三分之二 所以我只要有三分之一的人 我就可以挡住三分之二人通不过 因为你要三分之二嘛 我只要三分之一加一 我就挡住你三分之二 所以是极少数 就可以背个其他多 极大多数人 用修宪的程序 把它摆回来 换句话说 去掉很容易 恢复很难了 等于少数人 就可以阻碍多数人 去进行这件事了 所以他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那所以你们大法官 怎么可以去做这样的事呢 所以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也是不可以的 那下面呢 他讲到了有什么样的理由 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有可能是对于美国的政府 什么样的不满 那我们就不 这个就不去细解 不去细谈它了 这一段话 真正重要是我刚才 在105页所讲的 没有人不同意 很少人不同意 最高法院不可以默示 不可以默认 这个存在 从今天的观点看 已经存在的错误判决先例 我可以继续容忍他 没有人说你不可以 真的重点是 什么情况下 你必须容忍他 这个是有正义的 那现在他就告诉你 就这种情况 当他已经成为 美国的宪法基石 而且取得了 实质上的宪法地位 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法官 大法官 你就不能再去 把他推翻了 那他也讲了 为什么不可以了 这个是 那个论证是要反过来讲 你才听得懂的 我刚刚说了 好 那我们现在往下 105开始以下 那个点点点 他举了至少三个例子 这三个例子 我们这个学期上课 还会碰到 那我们先听听看 Consider 我们试想一下 For example 举例说 The premise 这样一个 这个预设 或者一个前提 The privilege and immunity 各种特权和各种豁免 The rights and the freedom 实际上 所谓的 privilege and the immunity 你可能听不懂 怎么有特权 怎么有豁免 作者换一个普通的话讲 就是权力跟自由 Protected agains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by the bill of rights 以人权条款 第一到第十征修条文 所写的这个人权条款 用来对付联邦政府的 这种保障人民的 这种自由跟权利 Are protected by Against the state Against the state government by the 14th amendment 这是第一个 这是一个法 这是一个现在已经确立的法 它下面有一个名字 你看106页翻过来 最高法院 这一种做法 学者把它叫做 普遍的一般把它叫做 Incorporation jurisprudence 包含法学 什么意思 本来第一到第十修正案 是对谁写的 是针对联邦政府写的 所以国会不得如何如何 来剥夺人民的什么什么 保障人民的基本权 那么他现在说 透过宪法十四征修案 十四征修案是针对各州的 所以他说 经由十四征修案呢 也包含 对付各州也不可以 所以我们用白话讲 人民 依照 宪法征修条文 第一条到第十条 所取得的各种 privilege and immunities 就是自由跟权利 不仅是联邦政府 不能加以剥夺 州政府也不能加以剥夺 这个条文刚开始说 明明是只有讲 针对联邦政府 限制联邦政府 不能剥夺人民基本权 那你怎么也限制到 州政府呢 所以他叫做包含法学 他说我们第十四宪法 征修条文 这个所谓的immunity and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就包含了刚才一到十 讲的那些自由跟权利 你可以说呢 有一点像是 代换 本来透过一到十保障 限制联邦政府 不能侵害民权的 这个规定 透过十四修正案 也限制州政府 也不能侵害 就这样子把它包含进去了 所以叫做incorporation 把它制入了 因为我们今天白话讲 像制入 制入行销 把它制入了 本来不是嘛 套进来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你认为这件事情 你可以说是错的 当时十四修正案 有这个意思吗 十四修正案制定的人 也没有这个意思 而且普遍人可能认为 这个最高法院套错了 好 很抱歉 但这个已经这么久了 大家都认为 这是普遍接受的 联邦政府 不能侵害的民权 州政府也不能侵害 你到底同不同意 大家都认为 这是宪法的一部分 对不起 联邦最高法院 也不能再动 这是第一个例子 好 你必须要默认它 第二个例子 consider in particular the primus debt 那这里面比较复杂 你要看一下小处28 但是我先讲一下 这个意思 现在比较有另外一个 有争论的 有学者也有指出来 说刚才那个 incorporation jurisprudence 假定你要成立 也不能这么广 因为第一修正案 跟第二到第八修正案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 第二到第八修正案 所规定的 就是 是以公民的身份 可以取得的 各种样的保护 所以你要说 我们透过刚才的 包含理论 把它置入去 限制各州 还勉强可通 但是 有一个作者 特别是小处28 那个J. Bybee 他就认为 你要把它 也包含第一修正案 就是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结社自由 出版自由 那这个条文就不通了 他说 这个条文 明明是讲 国会不得 通过法律 限制什么什么 国会 Congress 就是联邦国会 不是各州议会 你怎么可以套进来呢 所以 如果照这个说法的话 那就变成说 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出版自由 结社自由等 没有被刚才那个 包含理论手包含 把它缩小了 其他的我同意 二到八我同意 第二到第八修正条 我同意 但第一修正条 我不同意 不能够包含 限制各州 各州还是可以限制的 变成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这一点 好 这一点 作者也认为 这也没得讨论了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根深蒂固了 好 就是说刚才是大的 现在是小的 好 再下来 第三个 最后 那有关于第十四修正案 你看这个句子 Whatever anti-discriminational 禁止歧视的规范 is applicable to state government under the 14th amendment is applicable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s well 这个呢 在这里 他没有用这个字 那你们有兴趣 你可以 我们以后会读到 这个一般把它叫做 reverse incorporation jurisprudence 是反包含 反包括法学 刚才是 那个去包含 第一到第十 可以套到限制各州 现在是反过来 因为只有第十四修正案 说是 这个禁止 你看他的文句 这个下面那句 no person should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没有人的生命自由财产 应被剥夺 without a due process of law 可以透过正当程序 如果不经正当程序 没有可以 不能剥夺任何人的 生命自由质财产 任何人的生命自由质财产 非经正当程序 不得加以剥夺 这个第十四 这个是第五修正案的文句 这个修正案的文句 你看不出来 有什么平等的问题 那么你现在要讲的呢 可能是 这个第五修正案 it is impossible 你要把说这个第五修正案的 这个due process解释为说是平等权 这个看起来很难接受 那么所以现在呢 长时期以来最高法院的见解 都是透过第十四修正案呢 把它装进去 那这个是一个反向的 你很难说 它是有反歧视的味道 虽然呢 Perry这个作者 他有用到第九修正案 这个我们上学期有讲过 这是美国文艺上的 类似我国二十二条的 概括基本权 或者位列举基本权 他说你透过这条 你一样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 是要反歧视 那原来是只有十四修正案 是禁止各州政府歧视 没有禁止联邦政府歧视 现在呢 它是透过第五修正案 那把它反过来用 说而第五修正案的due process呢 也就是相当于第十四修正案的意思 十四修正案既然禁止各州歧视 那么第五修正案的due process 也就是包含了联邦政府也不能歧视 那你可以说这三个规范呢 都是联邦最高法院发展出来的宪法二 但是可能都有问题 用错了条文了 不管是善意的用错了 还是基于其他的考虑 总之这都是有问题的 那他说呢 这些呢 现在已经都尘埃落定 变成宪法基石了 取得了实质上的宪法地位 你就不能够再用 最高法院 你不能再用判决把它变更了 大体上是这个意思了 那么至于说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呢 这个我们现在就暂且不讨论 那他现在要讲的107页 这里有所谓的 你看这个I mean I mean the conditions articulated 这个条件 我前面所讲的那些 说最高法院在这种情况之下 要默认这个判决 不能再加以变更的这些 这些个条件 articulated here to be sufficient condition 最高法院应该要加以默认 如果有这些情况 就应该要加以默认 所以说有这些条件 那最高法院就应加以默认 因此这些条件是所谓的 充分条件 英文是sufficient conditions 但是作者说 not a necessary condition 而不是必要条件 必要条件的意思说 如果没有x就没有y 那么这个时候x就是y的必要条件 若x则y 那么x就是y的充分条件 那现在他的意思只是讲 有这三种 有这种情形 已经成为宪法基石 你就不能加以动 我只要讲到这样子 但是我不要反过来讲 如果没有x 那就一定没有y 他不确定这件事情 他不知道有没有 你看这个作者的头脑 是不是很细 他把他讲的话讲完了 他还担心你质疑他 他还告诉你说 我设定的这些条件 是充分条件而已 至于有没有 又不要成为必要条件 我现在不确知 我不敢讲他是还是不是 但是我没有意思 这样子来 现在来主张 好 以上第一部分讲完 第二部分 what does it mean to interpret the constitution 那首先 是什么叫解释宪法 那我们先看 第一种意思是 宪法一 宪法的文本 那你看108页 他在这边有些介绍 大概的108页的第一大段 是说 有一些宪法的文字 他举了两个例子 比方说宪法第一条 第三项 他说参议院应该由每个州 选派两个参议员组成 那这句话的文意很清楚 这句话的文意所代表的 规范意志也很清楚 所以参议院就是由每州 两名参议员所构成 就是它规范意志 有没有问题 然后再下来第二条 第一项说 任何人 那要担任总统的话 他必须要满于 要满35岁 满35岁者才能 才有担任总统的资格 那这句话也很清楚 这个文字当时是明确的 而且它的文意也历久不变 所以这个时候 宪法一跟宪法二 实际上是一样的 它没有产生分歧的可能 但是有一些文意 就自定当时来讲 它就已经不够明确了 这时候就需要透过解释 像这一种 那像这些情况之下 我们去探寻 宪法文本当中使用的这个句子 是什么意思 这个可能是一种宪法解释 对不对 因为我们讲文本 文本的意思就不清楚 所以那我们通过的人 他希望他所理解的用字 是什么意思 他这个地方举了一个例子 他举的例子是第一修正案 他里面谈到的这个 国会不得通过法律 来限制这个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宗教的自由行使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呢 在1990年 这个109月的上方 1990年的时候 小柱四十一之前 那一点点 1990年的时候 有五个大法官 最高法院大法官 他们认为 所谓的free exercise 自由行使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不准制定法律 来歧视宗教的行为 你不能对哪个特别好 对哪个特别不好 禁止哪一个 就不可以做歧视的行为 到了1993年 那时候有四个大法官 识这个意见 而且国会通过 总统也没有不同意 总统也批 国会通过法律 叫做什么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自由 宗教自由恢复法 他也是禁止 某一种的 这种歧视性的行为 会干扰到宗教的 这个 建律的 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文字也许不大清楚 那最高法院有个见解 他说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 看国会有没有同意 国会当时也有同意 总统也没有反对 也批准 所以就通过这个法律 那这个 是不是一种 文艺 不是那么明确 free exercise 究竟是指什么 用我们一般的话讲的 它有点像抽象法律概念 它有很多种解释的可能 那这个时候呢 它需要有一些探求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了解 它当时的意思是什么吗 那就算是年久找不到答案呢 那也有可能 可以透过解释的方法来解释 透过解释 探知 宪法 文本 使用那个文字 究竟是什么意思 甚至于如果不清楚的时候 大家可以协调出来一个意思 比方说通过一个法律 那包含最高法院也支持这样的见解 或者是最高法院先发动 说我们解释认为是这样 那你们其他人也不反对 那大家要通过法律继续执行 也是可以的 那又举一个例子 像第十四修正案的第一项 我们刚才有讲到的 说呢 这个 人民的 美国公民的特权 以及豁免 不可以加以剥夺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要 照伊利的说法 John伊利的说法 这句话呢 实际上是非常难懂的 我们今天看 Privilege and Immunity 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你要知道他在讲什么呢 有很多种可能 在这个地方 你究竟是把 这个 什么 什么当成什么 比方说110页 他下面这个地方 他就有讲了 110页 你看到第一大段的中间 As John伊利 找到了吗 As John伊利 这个地方 As John伊利 has put the point 他点出来 No state should make or enforce any law which share abridged privileges or immunities of a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句话 各州 没有一个州 可以去执行一个 剥夺美国公民 特权和豁免的法律 这句话 could mean 可以指的 that only citizens are protected in their privilege or immunities 你可以说 这句话是指的 只有公民的特权 和豁免受到保护 我讲的是公民的特权 或豁免 不可以被各州剥夺 OK but it surely does not have to 但是不一定要这样子 it could just as easily mean 也可以同样容易地把它解读为 there is a set of entitlement 你可以把它认为 这是一种请求权 the privilege and immunities of the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tates are not to deny to anyone 凡是美国公民的特权 或者是豁免 各州都不可以拒绝承认 in other words the reference to citizens 所谓的citizen这个字 可以指称是 the class of rights 是一群权利 公民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rather than limit the class of beneficiary 而不是用来限制受益者的范围 你是限制权利范围 不是限制受益者范围 就是这个话是有很多种可能解释的 好 那么像这样的句子 作者开始出现了 等一下以后你们会看到 110页的第二行 Historically Inquiry 也是比较接近我们讲的历史解释方法 当我们要去了解这个文字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找爬书 去挖掘史料 那下面的这个句子 像欧巴马的时候也碰到 现在还是有争议 你认为所谓的 born American anational born citizen 有没有 第二条第一项 限制美国总统 必须要是一个 anational born citizen 天生的美国人 在本土出身的美国人 这句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 natural born citizen 一个本土出身的美国人 那这句话呢 你要去找他的 可以去爬书他的历史 那你就看看 当时通过这个法律的时候 的理解是什么 但是请注意 这个只是讲宪法解释 宪法一的解释 对于宪法文本需要解释 有些情况不要 那有很多情况需要的 好 下面110页 最重要的是在最后这一段 他说请注意 我讲宪法解释 宪法一的解释 只是在讲说 这个在在宪法文本的文具 按照当时通过的 我们美国人民的理解 是在指什么事情 这是一件事 跟下面这件事情 是不一样的 下面这件事情说 依照当时通过 不管是自宪或修宪的人 他所理解的意思 对于某一个 引起争议的冲突 应该怎么解决最好 这是两码之事 换句话说 我们这样探求 只是在讲 他们是理解是什么意思 至于他们认为 应该怎么解决 我们眼下的冲突 是最好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两件事情要分开来 那样的第二个问题 比较像是等一下 我们要讨论的那个问题 大体上是这样子了 好 这个部分我觉得 差不多讲到这样子 应该可以了 就这两件事情 不要产生混淆 那要注意的是 111页这里呢 他有提到一个东西 111页的 成段的第一大段 成段 Sometimes开始的那段 找到了吗 他说 会存在的一个 reasonably disagreeing 历史解释 挖掘史料 因为有各种原因 包含史料不可考 记载的冲突 意见的不一等等 那有一些呢 会存在着合理的 不同解释 是不是 我们现在出土一个 商朝的 或者什么文物 或什么里面 什么记载 我们有不同的解释 有一个范围 但是这个范围里面 还是容许 有合理的不同解释 就是这个意思 要告诉你说呢 解释呢 不一定都是 能有一个明确的 唯一的答案 它有存在 合理不同解释 然后这个地方呢 作者还有谈到一点呢 为什么这个 这个宪法一的解释呢 是重要的呢 因为呢 他说呢 美国人有一种 这个111页 小字上面的那一段 小字上面的第三行 Second There is the textual list sensibility 有一种所谓的 文艺主义者的敏感性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有跟你讲是说 就算是我们现在 已经有一个 行之多年的 实物运作 那最高法院 碰到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 成文宪法 那么我们实际上呢 还是会有一个 倾向 要希望呢 在宪法当中呢 找一个规定呢 去放置它 也就是说 我常常问一个问题 我们大法官常常会这样 说啊什么什么什么 是这样子 我常常问你们说 这个意思从宪法第几条得到 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是成文宪法国家 美国也是 而且美国是 普通法国家 法官法国家 以后产生的成文宪法 所以成文宪法在美国 无名算是一个特例 那我们不是 我们像是大陆法系法的国家 但我们大法官做解释的时候 居然没有这个 所谓的textualist sensibility 没有这种敏感性 他说了就算了 那请问你这样说 是依据宪法第几条呢 尤其早期的解释 根本没有落根的 那这也是他会主要去找一个根 那找这根合不合适呢 也会成为我们解释 有需要解释的一个理由 也许你认为他摆的根本就不对 他不应该放在这条 应该放在别条 好 现在我们看二 具体化 宪法解释二 解释宪法本文的时候呢 会在 他要做一些个假设 好 你看他这个地方呢 I said that interpreting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他分开来 那在这里呢 他说的specifying as I call it 所谓的具体化 a constitutional norm 把一个宪法规范具体化 in the context of a conflict 在一个冲突的具体情境下 也就是说在一个个案 个案争议下 去解释宪法意志 它实际上是一种具体化 那这个宪法规范本身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好 那现在这个不确定性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具体化 那在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 112页有两种情况 但是他讲的比较多的是第二种情况 好 这个句子呢 有一点不清楚 你慢慢看 第一种情况 assume that we agree 那x有一个规范 x is determinate 这个是一个确定的规范 in the context of a conflict 在一个具体的冲突 情境中 涉及到一个 确定的规范 确定的宪法规范 那我们 所有的人 可能都会同意 有关于 这个冲突 有相关的 哪些是相关的 所谓的裁判事实 adjudicative facts 跟裁判无关的事实 就不是adjudicative facts 这是我们大家都同意 这个前提 第二个前提是 哪一些 这个要解决这个争议 哪一些是相关的规范 以及 这个 哪些相关的规范 有可能 有什么样的意涵 一个是事实部分 我们都同意 一个是 这个具体的争议 牵涉到哪些宪法规范 我们也都同意 但是 我们不同意 cannot reasonably 我们没有办法 合理的不同意 合理的不同意 about什么呢 how the conflict should be resolved 这个x 这个是宪法的规范 那么 这个宪法的规范 应该 应该 要怎么样 来解决 这个具体的争议 这一点 我们可能不同意 也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规范的意志 我们有争议 我们的理解 又不一样 好 这是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 是翻过来 这他讲的比较多的 x is indeterminate 这个宪法规范 x 是一个不确定的规范 or more precisely under determinate 或者更精确的讲 他不够精确 不够明确 in the context of a conflict if a person who agree about 所有的人都同意 跟这个争议有关的 裁判事实是什么 以及呢 大家也可以合理的同意 还有哪些哪些法律 跟解决这个争议是相关的 但是彼此能够合理的不同意 该规范应如何解 该规范x应该如何解决 这个具体的冲突 这里跟刚才正好是相反 但是下面作者举的例子 多半是第二种例子 也就是比较容易引起争议的 不是上面那种 是下面这种 尤其是一个宪法的规范 它本身是不够明确的 不明确的 或者严格来讲是不够明确的 这个不够明确的规范 那大家能够合理的同意 这个不够明确的规范 它会怎么样能够解决 我们具体的这个争议 好 那这个本文里面 我认为最最重要对我们来讲 讲宪法解释方法 纯粹从大陆法系的观点讲 是113页的这一段 好 刚才说具体化 它现在就跟你解释 这个具体化的过程 是什么东西 这里我要讲慢一点 113页成段 所谓的具体化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下 怎么样有一个规范 牵涉到一个相关的规范 而且是不确定的规范 那我们要把它具体化 所谓的具体化的过程 就是 the process of specifying is the process of 所谓具体化的过程 怎么样具体化的 那个过程 就是下面这个过程 决定的过程 is the process of deciding 就是一个决定的过程 决定什么呢 what the norm 这个规范 跳过中间的 should be construed to require it in that context 这里有一个规范 这个规范在那个具体的情境下 它应该要怎么样加以解释 我们要做个决定 这个决定呢 也就是具体化的过程 好 那这样讲还是很抽象 对不对 那再往下看 it is the process of shaping the norm 这个过程呢 它是一个形塑规范的过程 of rendering the norm determinate in the context of a conflict 我们是使得这个 不够确定的规范 把它变得 在这个具体的情境中 使得它在这个具体的情境中 变得确定的规范 这个听起来有点 有点奇怪吗 好 whereas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it determinate norm is basically deductive 当我们适用一个明确的规范 在适用明确规范的过程 基本上是一个所谓的演绎的过程 从A就可以得到B 好像这个我们以前讲的三段论证 杀人则死 杀人 假如你认为是明确的 那这个情境是不是杀人 你推推推就可以得到 它是一个演绎的过程 is deductive 这个是讲applying 而且是applying a determinate norm 一个明确的 一个确定的规范的适用 基本上它只不过是一个演绎的过程 但是 the process of specifying an indeterminate norm is basically non-detective 可是我们要把一个 不确定的规范加以具体化 它本质上就不是一个演绎的过程 不是演绎呢 那是什么意思 这牵涉到判断 牵涉到形成 a specification of a principle for a specific class of cases is not a deduction from it nor a discovery of some implicit meaning it is the act of setting a more concrete and the categorical requirement and the spirit of the principle and guided both by the sense of what is practically realizable or enforceable or by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isk of a conflict which other principles or values 你看这句话很难哦 这句话很难 所谓的具体化 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它不是一个演绎的过程 它也不是一个单纯发觉隐含 隐藏意涵的过程 而是一个使得 一个按照一个原则的精神 然后要考虑到 务实的可行性 以及也有可能 跟其他的价值或原则 相冲突的这种风险 考虑以来以后 你要把它变得更具体的过程 the challenge of specifying an indeterminate constitutional law 要具体化 一个不确定的宪法规范 所面临的挑战 是一种什么样的挑战呢 is the challenge of deciding how best to achieve or how best to instantiate in the context of a particular context the political moral value or values at the heart of the known 每一个规范 它的核心里面 都有一种 所谓的政治 或者是道德价值 我们要怎么样 把这种政治道德价值 最适处的 最适当的 能够获得它 或者体现它 在一个具体的争议里 我现在这样讲 看起来有点抽象 但是我们回来想想 上学期碰到过的几个例子 堕胎 是不是有母亲的 引号 隐私权 不管你叫什么权 假定你同意的话 还有儿子的 胎儿的生命权 或者人性尊严 好 那这个 你 请问你 究竟有一个案子来 比方说 它是13个月 还是两个月 还是13周 还是两周 还是多少周 那它要堕胎 那这是个具体的情境 你准不准它堕胎 这个宪法的条文 有没有禁止它堕胎 那你是不是 这个规定本身不明确 那你是不是要使得 规定明确 这才叫做解释 当你要使它明确 你是不是要考虑到刚才所讲的这个问题 你要体现一下这个里面的基本价值 这个价值是要体现什么东西 怎么样最能体现的价值 而且还要包容其他可能冲突的价值 调和其他层的中度的价值 这是它的挑战 它不是单向的 它如果是单向答案那么简单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演绎法 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 就推出来了 它没有办法这样推 它要做判断 它这个挑战是我们需要辨别 什么样的方法能获制这个价值 What way of embodying it 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体现这个价值 Best reconciles all the various and sometimes competing interests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at a stake in the conflict 是这个政治社群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 或者是其他的 甚至于是冲突的价值 能够获得最适当的调和 你看这个美国作者讲的话 跟Robert Alexey讲的话 是不是很像 他的最大化 要使得各种基本权 都能够获得最大化的实现 最优化最似化的实现 是不是 那这里面就是要靠法官 怎么样去specifying这个norm 所以他不是单纯的这么认知而已 他有判断 What Anthony Cromann has said of the process of judgment aptly described 这个Anthony Cromann这个人 讲过的所谓的判断的过程 很适当的就可以来描述 the process of specifying 所以我们讲具体化的过程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判断的过程 such specification is a species of judgment 所谓具体化 就是一种判断 我为什么判断这样做最适切 最能调和不同价值 所以我上次有讲过 大法官现在要用23条 来解决我们基本权冲突的情况 我上学期上课的时候讲过几个 但是老师那时候没有多批评 我说我们下学期会处理 今天在座有两位 你还有印象吗 我说以后会再碰到三位 你想想看是不是现在开始要碰到 那这个是判断 现在只是问题还没有讲 要怎么做判断 怎么做判断是我们慢慢要学的 这个学期有很多 下面就是讲判断和适用的一个差别 适用就是单纯的把它这样套出去适用 判断不是那这个里面还侵涉到一些 其他技术性的问题 包含人类的认知 为什么我们是希望作者也同意 我们是希望尽可能让所有的规范 包含宪法的规范都尽可能的具体 不要让大家有这么多的判断余地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们一定不可能做到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人的困难 你们看一下114页 第一段 第五行 Heart H-L-A Heart 他强调 我们有一种 Feature of the human predicament 人类的困境特征之一 就是我们未卜先知 欲做判断的能力是有限的 你觉得我讲对不对 我现在要你写一个规范 你写说管你家冰箱 你就写了 那你有办法设想到 你现在这个适用在你认为 已经写得很周延的规范 一定能够适用在特殊的各种突发情况吗 那没有突发的情况发生 你要怎么办 所以你就会知道规范写得很明确 很好 适用很方便 但是它不利于适应将来未突发的情况 所以要写规范的人 立法者 他怎么写 不管他是基于善意 最极度的善意 他总是要表露一个空间的 所以一定规范 有某种程度的不明确化 好 那你看一下 115页这边 我们讲说 一个制定的人 制定宪法的人 或者是修改宪法的人 或者是立法的人 他的intended general meaning 他意在达成什么样的一般意志 It's not reducible to 小柱67上面 Is not reducible to the set of specifically intended application of that statutory language 这个是没有办法 化约成为 那种各种情况的 nor is it reducible to 也不行 那范范的讲 那我们讲所谓的立法意志 legislative intent 下面68的这一段 小柱68上面那句 legislative intent is best understood 正因为我们刚才讲的 所谓的human predicament的困境 人类本身有局限 所以呢 所谓的立法意志 最适当理解为 最佳因理解为 the intent to adopt directive language 采用一种 指示性的语句 with a particular general meaning 一种特定的 一般意涵 and to bring about the consequences flowing from the consistent application of that general meaning in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能够产生出 一致性的 这个 适用就好了 这就是他讲的 所谓的立法目的 简单的讲呢 你不可能期待立法目的 能够很精确的 适用到 我们现在 引起争议的个案 这种情形是很难期待 那你只能把它想象为 他给了你一个指示 然后他希望你 根据这个指示 能够一贯的适用 能够获制一个公平的结果 那下面呢 他有谈到了一些 什么判断余地 怎样处理的问题 那这就牵涉到 我们法官所做的解释 他刚才要进行到的 那个下面还会有 那个解释要怎样 我们看一下118页 118页呢 他要讲的是 宪法解释一 是在解释宪法的文本 他是在确定那个文本 按照当时通过的人 他们理解的意思是什么 只有这样子 那刚才他说 那一点不要跟 那些通过的人 他们认为本案应该如何解决 最佳 那个分开来不一样 那他现在在这里要区别的是 宪法解释二 跟宪法解释一 刚才我讲的是宪法解释一 宪法解释二 是在解释宪法的规范 不是在解释宪法 那个文艺是什么意思 而是在解释宪法规范 那宪法规范就在刚才讲的 你要注意到 一定是在一个具体 有争议的情境里面 如何具体化 最能体现宪法的意思 这个意思而已 那他又进一步的讲 118页的最下面 他又紧到一句别人的话语 他就说 要注意到 理解一个规范 跟适用一个规范 是不应该截然划分的 你可以把它想象为 理解一个规范是适用的 必要的第一步骤 但是理解以后就加以适用 适用跟理解这两个事情 是常常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所以他是应该合一 不应该分开 他说这个不是我要讲的 我不是讲理解versus适用 我讲的是宪法解释一 versus宪法解释二 解释宪法探求文本的原意 跟探求这个规范意志 在具体情境应如何具体化 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呢 下面讲了很多 这个就有一点难了 尤其是第一大块 因为这会牵涉到 我们下面还有机会会讲到 美国人讲的宪法理论 还会有一部分的重复 但是这个作者讲的方法 跟人家讲的不太一样 那你看下面 119页 最高法院最高吗 你们觉得最高吗 OK 第一个部分呢 讲到Justice Brennan 他说 The genius of the Magna Carta 这个大宪章的天才之处 以及他的长寿 Longevity Longevity It's longevity Lay partly in 有一部分是在于 It's creation of a device for resolving grievances and compelling the crown to abide by the committee of bar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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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ision 那些公爵门的决定吧 那意思就是说 他不只是定了一个大宪章 来约束王权 他还创造了一个机制 假如我们大家有争议怎么办 那对不起 就要听这个公爵门 他们公爵委员会的决定 意思就是说 光有资本 图法不足以自行 一定要有一个执行的机构 要有一个解决 争纷的机制 想想看为什么有司法 为什么有大法官解释宪法 为什么大法官叫做宪法守护者 不写在那里有用吗 好 然后呢 这个是他讲的这个 这个句 这个意思 那现在呢 他会进一步的讲到 the practice of judicial review 对于美国来讲呢 这个所谓的违宪审查 这个做法 这个惯行 not because we believe 不是因为我们相信 what only the historically uninformed could believe namely大家 不是我们相信 这个呢 是necessary or invariably better than any other public officials at safeguarding constitutional norms 美国之所以创造 最高法院 然后开启了司法审查 或者我们现在讲 微信审查 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司法 一定是毫无疑问的 比其他的政府官员 更能够守护宪法 judicial review is simply one way 它只是当中的一种方法 of trying to protect the constitutional norm when other ways might have failed to do so 当我们知道 其他的方法 不行的时候 它是其中的一种 守护宪法的方法 sometimes judicial review itself fail 有的时候 违宪审查 本身也是失败的 我们看到 大法官解释 也有失败的 美国现在 已经面临挑战 它要怎么办 那这个呢 也无关乎呢 自宪者的原意 but这个120页这个地方 讲到judicial review has been a bad rock feature bad rock feature of our constitutional order 是我们这个 宪政秩序当中的 一个基石 almos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our country's history 从行宪以来 从这个国家地界以来 大概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那你现在说 它是好不好 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等等等等 这个都无关乎 都不重要 也不需要去讨论说 这个自宪者 是不是原来就是要 创造一个 违宪审查的制度 那刚才前面的2A里面呢 我有谈到 这个宪法解释 一 是允许相当的 合理不同意的空间存在 我们要解释宪法 然后说 我们当时制定宪法的人 以他们理解的文字 写成这样的文字 是要表达什么 什么意思 它的文字是什么意思 就这点来讲呢 荣有 合理的不同意见 合理的旗舰存在 那么 现在120页 最后一段 第三条 宪法第三条 赋予这个美国最高法院 作为一个 他本身和其他的 州的司法机关 比方说州的最高法院 如果产生 起义的时候 他自己就可以做一个仲裁 他说他可以决定 什么叫做国家法 然后呢 因为美国说宪法 是国家最高的法 那么宪法 他认为什么是国家法 国家法要优先 那这个宪法 也是国家法的一部分 他也会优先 也就是这个部分呢 从这里来讲 是赋予了他 解释的一个权利 但是 121页 没有一个条文 像我们宪法 170条第二页 你看这121页 第一句话 The Constitution 1 宪法文本 Does not state 没有说 Supreme Court of United States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instituted arbiter of such disagreement nor does the Constitution 2 contain any norm to that effect 所以 能不能说 当然 有这个 法律 抵触宪法的情况 那就一定 是由联邦最高法院 来解释 没有这个文本 那我们都知道 美国是因为 Marbury vs Madison 这个案子 他自己创立出来的 那下面这个 over time 然而因为时间的经过 however an expectation has emerged 他产生了一种期待 eilding eilding a practice 导致了一个 一个食物的运作 that has what we may call it a quasi-constitutional status in US politics 是美国政治当中 准宪法的地位 什么意思 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culture 从美国宪法的文化来说 the firm expectation 确定的期待是 that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branch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ill each refrain from doing anything the Supreme Court says the constitution forbids them to do 行政立法两部门 会对于联邦最高法院 所说宪法 不准他们做的事情 他们通常就不会去做 and they will each do anything the court says constitution requires them to do even if they disagree 那反之 如果联邦最高法院说 这是宪法要求你们 行政立法部门要做的 那么这临行政立法两部门 也会去做 即使他们是不同意 这是现在的实务运作 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那作者问 what has this expectation emerged 因为它不是宪法的明文规定 但是它已经产生了 这个根深蒂固的期待 那么这个期待是怎么来的呢 也就是说 美国的违宪审查 也不是宪法明文规定 也不是当人的解释 那怎么来的呢 它下面讲121 第一 we have come to believe that it is desirable 我们认为 这是好的 我们想要的 我们想要的 it is desirable because less messy and more productive for our political life 因为对我们的政治生活而言 有一个这样的违宪审查机关 来解释宪法的意思 是比较不会造成混乱 比较能够产生 益处的 that differ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actors not interminably struggle with one another over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e constitution forbids 宪法到底禁止什么 宪法到底禁止什么 这么多的部门才不会产生分歧 等等 那所以呢 基本上是一个 实物上的需要 a practical matter 基于务实的考虑 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期待 one institution should have the power 91柱之前 小柱91前 有一个实际上的需要 要有一个机构 它应该有权利来决定 as a practical matter what the constitution forbids 虽然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 宪法由大法官来解释 然后也有明文规定 法律有没有抵触宪法 由大法官解释 但是你要注意呢 现在这里面讨论的这些 实际需要啦等等啦 它仍然是存在的 这个并不表示说 你是唯一可以解释宪法的机构 虽然现在实物上是 大法官是唯一有权解释宪法的机构 那我们现在有很麻烦的问题 是下面这个一样的 当你解释以后 我如果不同意 我可不可以不服从 因为你只有说 你是有权解释的机构 宪法没有说什么 那当然它有说 抵触者无效 那无效要不要执行 谁去执行 我不执行 它会不会无效 听得懂吗 这也是 我们是很少讨论这种问题 因为我们认为它天经地义 那美国是因为它的条件不足 所以它有很多这种讨论 这是第一 第二呢 The Supreme Court的下一段 Is the institution least to be feared and the most to be trusted in determine the meaningful boundaries of what the constitution forbids 就宪法 基本上最小限度内 它禁止什么 就这件事情来讲 最高法院作为一个机关 它是最不让人害怕 最不让人民害怕 而最得到人民信赖 由它来做决定 那这里面呢 它强调几件事 第一个是 the minimum boundary 而不是the maximum boundary 宪法所禁止 是宪法禁止的最小范围 不是宪法禁止的最大范围 最高法院大法官 要划定的范围 是禁止的最小范围 如果你们对于这件事情 有兴趣的话呢 请看一下老师704号解释的 个别意见书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就大家来申请我们解释说 我们的军事审判制度 436号已经说它和线了 后来有一个军法官来挑战说 这个制度还是有问题的 现在经过修法院还是有问题 因为我们军法官呢 不是文职 没有像法官一样的终身子 所以他认为 军事法院应该废掉 并进普通司法院 系统下面的法院 第二个 所有的军法官 应该是文职 并且享有宪法81条终身子 保障的那种法官 那请问这是宪法所禁止的吗 那这就这怎么解释的问题 就是牵扯到解释方法 有兴趣去看一下 老师在704号解释里面做的 那下面呢 122页以下呢 他这里就是要讲到 他引了欧洲人权法院 那他就要告诉你说呢 这么讲 实务上这样子做 那他们也这样子尊重你 但是你不要认为 我们禁止最高法院 去尊重其他机关所做的决定 我们没有禁止你 而且最高法院 在某些情况下 去尊重其他机关的决定 也是好的 123页 finally 找到了吗 第二大段 It bears emphasis 值得强调的是 Neither Congress nor President is constitutionally obligated to defer to the court's constitutional decision about what the constitution forbids 最高法院你说 宪法禁止做什么 这一件事情是你的解释 但是呢 在宪法里面 并没有 这个要求 这是没有课与 国会或者总统 以尊重的义务 按照宪法 国会和总统 并没有尊重联邦 最高宪法法院 解释宪法禁止 做什么的这个判决 the practice of deferring to such decisions 我们现在之所以 这么尊重的这个惯例 as I said is merely costly constitutional 它只是准宪法 准宪法的意思 就是我们推定 应该要这样做 只是准 但是我们不排斥 在某些特殊情况之下 它也许是有权利来反抗的 不遵从的 那下面他就举了一个 Abraham Lincoln的一例子 因为那个案子有牵涉到 Dred Scott versus Sanford 因为黑人基本上 不认为他是美国人 那你认为这样行吗 这个林肯就明白的反对 而且林肯的意思是说 这个宪法明明说是 我们美国人民制定的 怎么你们大法官 可以剥夺掉 我们美国人民认为 黑人是人呢 你们凭什么做这样的决定呢 所以一般的情况 我们推定我们会遵守 但是我们不排斥 有特殊情况下 也可能我们不会遵守 最后一段 I said that the court must decide when to defer 我说法院必须决定 什么时候要遵从其他机关 有关于宪法所禁止的 这个判断 那这里面呢 到这里为止 他只是讲了 最高法院是最高 是实际上的最高 容许有若干的空间 有可以不同的理解 大概是这样 那你看一下124页的 这个B之前的最后一段 In circumstances both constitutional and morally ordinary 在既是宪法上 也是道德上正当的情况之下 The Supreme Court of United States serves 联邦最高法院 担任 As the arbiter of a disagreement between itself and the one branch or both branch of other branche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bout what the constitution forbid 这是他的结论 是不是最高 原则上是 有没有例外 有可能 这大体上我们回应他的标题 好 现在看标题二 那么你说 假如要尊重 要尊重其他部门的决定 那么是要多尊重 通通要尊重吗 一概要退居二线吗 他说这样子呢 好像是不确实际 这个地方 比较成为问题的是 最高法院有一个见解 跟其他平行的两个 国家权力部门不一样 但是最高法院认为 其他人是错的 而且其他人的见解是不合理的 那这种情况 最高法院当然应该要坚持己见 因为你们的见解不但是错误 而且是不合理的 问题来了 如果你们的见解是错的 我认为是错的 但是并非不合理 那我要不要尊重呢 这才会成为问题 这是他下面要讲的 那你看他的答案呢 他的答案是 不应该特别 一般话 你看125页第一段的最后面几句 first it is perilous to generalize 我们一般话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他不同意 只给一个答案 and second many considerations are relevant 还有很多相关 很多考虑的点是相关的 具体来说有哪些点 所以这个作者在这里 没有把话说死 没有把话说死 那你看他下面考虑的是什么 像这一种见解 是一种比较弹性的宪法解释态度 我不敢讲他是方法 我们过去比较少强调这个 我们大法官也很少这样子 有系统来跟我们讲 大法官通常是一翻两瞪眼 告诉你可以或不可以 那你看看他讲了什么 第一 这个国会 这个最高法院的多数 是自信到什么程度 那什么自信呢 关于什么事情的自信呢 It is right And the Congress wrong 自己是对的 国会是错的 这件事情 自信到什么程度 或者他只是错 但是呢 国会的见解只是错 但是上非不合理 国会的见解是讲法律了 法律这么解释 我认为大法官认为是错的 但是上非不合理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一定不能尊重吗 不会吧 第二个 How thoroughly the Congress has considered the issue 国会做成这个决定之前 究竟是经过 深思熟虑到什么程度 这边我马上想到一个例子 如果这个案子 是政府部门之间的争议 但是是经过复议 一次讨论不够 还要复议 各位想想57条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 大法官是不是更要尊重 比单纯没有复议的情况 举例子 这是不是 那有一个法案 经过了很冗长的讨论 而且几次波折 最后才通过 那这个我们大法官 是不是也要更慎重 更慎重 但我决定要推翻它 然后 Is the Congress view distorted by its interest in avoiding the broader limitation that norm X would place on Congress power to act 那他们国会 不愿意接受大法官 有关于宪法 哪一个条文 禁止你这么做的 这个解释 是不是会牵涉到 国会的利益 假如国会本身 有自力动机在内 那么当然 我们就不要太尊重它 国会当然要偏袒它自己 是不是 就是那如果国会 没有这个自力动机 那我觉得国会 没有什么理由 不能相信 也许我可以尊重 这样子有听懂吗 然后下面的 which norm X or Y is more attractive in the majority's view as a matter of political morality 从政治道德的观点来讲 我认为是X 国会认为是Y 那么从政治道德的观点来说 哪一个比较具有吸引力 这个问题没有讲 这个问题很抽象 举例子说 死刑 国会认为死刑不能废 我们认为死刑是错的 而且死刑应该废 哪一个在政治上 比较具有吸引力 道德上 政治道德上 他讲政治的意思是 公共 公共道德上 全体国民的道德上 所以我们会讲道德感 国民的道德意识 哪一个比较 哪一个比较具有吸引力 是你大法官要费死 还是代表国会的多数 所反映的民意要费死 哪一个对国民道德来讲 比较有吸引力 这个你要不要考虑 好 我现在讲的这都是点 没有给答案 好 那最后一块 How differential 第二点才是比较难的 假定 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宪法规范 那我们有个具体的情境 这个时候我们是 要怎么样子 来把它具体化 那具体化的过程 可能我们会碰撞到 不同的宪法部门 他们的见解 那我们不同意 这里就比较明确的 比方说 好 如果是法律 现在我们对于 立法所做的立法裁量 像通奸要构成犯罪 那我们大法官不同意 好 我要不要尊重你 你记不记得 我们上学期 有讲过这样的案子 554号说 通奸 要不要规定为犯罪行为 是立法裁量的范围 属于立法裁量的范围 就是尊重你 但是我们最近的宪法法庭 推翻了 说通奸不能构成犯罪 这个是不是 什么情况下通奸 假如有个具体争议 在这个具体争议之下 我们要如何最恰当的 体现宪法的价值 假如大家都同意 这个宪法价值 有两个 第一个是婚姻要不要保障 第二个是性自由 性自主要不要保障 这两个怎么样体现 这两个也许有点成冲突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已婚者的 才会构成通奸 好 那这是一块 然后另外一种情形 126月讲的 有一个叫 James Bradley 这个人的见解 差不多100年以前 他基本上是比较尊重的 如果有一个见解 也跟我不一样 那我们就尊重国会的见解 他认为这个是这样子 那这个其实是一种看法 那下面这里呢 他有很多考虑 跟刚才很像 其中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我点一下就好了 126 黑点点 123都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黑点点的4 要稍微讲一下 现在细征的这个规范 它是牵涉到消极的权利 negative right 也就是免于国家干涉的这种权利 通常就是自由权 那政府部门不能加以干涉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情况 是所谓的积极请求权 positive entitlement 比方说我的失业救济金 什么情况下应该有不应该有 应该有多少 这两种情形应该有不一样 就是我们尊重到程度 应该尊重法院 应该尊重什么程度 有不一样 简单的讲呢 如果是消极权 就是防御权 基本上我们大法官可以说了算 我不让你侵害 但是积极权呢 你要说了算 那你要有控制预算的能力 你要有财政足够健全 才能自应啊 我光光给你空头支票 也没有办法兑现 所以这就要退后一点 我要比较尊重 他们的部门的决定 另外还有一个 在下面一个点点 这个下次你们读到 伊犁的时候会读到 它说有两种X跟Y 那我们要看看呢 是哪一个见解呢 对于 尤其是国会来讲 那个权力或者是 那个意涵 它是不是 你看到那个句子吗 Quote 111的小柱的那个Quote Unusually vulnerable to majority sentiment 是不是非常容易受到 多数情绪操纵的 非常容易因为多数的情绪而受害的 那种权力就不适合交给国会处理 我举例子说了 可能大多数的白人执政的 你要他说我们大家投票是平等的 不能剥夺黑人选举权 那这个多数怎么能同意呢 黑人要跳到桌上跟我平起平坐 不可以 像这种情绪就会出来 又比方说同性 同性恋 同性恋的问题比较奇怪 就是这个人类社会社群当中 同性恋就是少数 天生的少数 多数人不是 多数人不是的 不只是不是 事不关己而已 多数人的不是呢 通常是带有一种 既怀疑又羡慕 又想尝试 然后又讨厌的 很复杂的情绪 所以通常你碰到他 不要不要不要 不可以同意不可以承认 那这种会对这种少数 因为多数的情绪可能会造成伤害的 那就不太适合交给他 好 那下面127页以下呢 他就进一步的引申了 中伊利的说法 他只是特别要强调 原则上他可以同意 中伊利说 我们是民主国家 所以大部分的决定 我们交给人民去做 或者人民的代表 代表人民去做 可是有下列三种情形 127 123这种情形 比方说第一种情形 是多数要尝试阻绝少数参政 阻碍政治程序的 第二种情况 是多数要对少数造成不利 就是歧视少数的立法 第三种情况 就是有某些个决定 按照宪法的设计 它可能是一个超多数决的 这种情形 如果你要有普通的一般的议会 我们就可能不太愿意交给他做决定 这几种情形 通常主要是由法院做决定 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之下 才去尊重其他部门的决定 这是例外情形 它最主要就是在讲述这些东西 然后下面他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来说明这种情况 总之 宪法二的解释 跟宪法一的解释 有很多是雷同的 比较复杂的它是牵涉到判断 因为它是specifying norm的意思 使它具体化 下面举的其他的例子 因为时间的缘故 我就不讲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131页 他现在给的答案就是 Constitutionally 看这个句子好了 比较复杂一点 这个成段的第二大段 I do accept 它的第一跟第二 不管它了 I am inclined to agree 我倾向于同意 Bose that and that 有两个同意 同意两件事 Bose and Bose后面有that and后面有that 就是他们同意的内容 我倾向于同意 第一 Constitution makers 自宪者 Should be cautious about incruiting indeterminate norm in a constitution 自宪者 当他把一个不确定的规范 载入宪法的时候 应该要审慎 这一点我同意 但是我没有办法禁止 也不可能完全禁止 and that 第二点 It is a good thing that the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ass constitutionally free not to defer to the supreme court's belief about what the constitution forbids 我认为宪法没有宪法 让宪法允许 总统跟国会 可以不要 不要受到 不要屈从于最高法院 认为相信 什么是宪法所禁止 这件事情是好事 也就是他不要把 所谓违宪审查 弄得僵硬硬的 死满满的 但是这个事情 是指一个 presumptive presumptive supremacy 也就是最高法院 是有一种 推定性的最高 假设性的最高 原则上最高 in circumstances both constitutionally and morally ordinary 在宪法上正常 而且道德上正常的 情况之下 最高法院做的决定 应该推定为最高 but we should not accept the second claim in my view 但是那个 Drawn这个人的 Waldrawn这个人的 第二个主张 我是不同意 什么意思呢 neither total abstinence from the non-terranean practice of judicial review 完全不准 联邦最高法院 采取一种 尊重其他部门的立场 完全不可以 这个 完全禁止 这个不好 nor total indulgence in it is appropriate 也不能够说 完全 就是顺从 既不能完全 不让他 不能禁止 他顺从其他部门 也不是说 他一概顺从 都是好 那这两者 既不这样 一不这样 才是正确的 这又回到他刚才 讲的那个观点 他是有弹性的 就是你看这个人 他的文具很复杂 因为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要很精确 所以他常用差距 但是大体的意思是这样 好 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句 至少是在某一些不确定的宪法规范 the practice of judicial review the practice of judicial review should be non-theorian theorian 就是那个是刚才讲的一个人 刚才不是说 在第几页出现的这个人 第126页 James Brandly theor 这个人 意思就是比较顺从 比较尊重其他部门决定的 那他说 至少在某些情况之下的 那一种不确定的宪法规范的时候 他应该是不顺从的 刚才不是讲三种情况吗 很多种 举例像毅力讲三种 那种情况就不能顺从 你们要欺负人 你们仗势欺人 用的多数觉 或者是你们有自力 或者是你们有情绪等等 which norm as I suggest important right 重要的权利 也就是 自由权 以自由权相关的规范 that our history has shown to be usually vulnerable to majority sentiment 我们的历史显示 这些个权利 尤其是自由的规范 他们特别脆弱 容易受到多数情绪干扰的 这种事情 我们就不会顺从了 至少这种特殊情况 不会顺从 这是他的结论 这样讲有清楚吗 然后后面他讲了一些其他的佐证 就不讲了 133页的concluding comment 其实没有说什么 就是把他刚才讲的这些 大体上又再讲了一遍 那这篇文章 作为我们的导论 我希望呢 让大家有一点 怎么讲 开眼界吧 就大家可能一普遍的人会认为 美国不会有深刻的 有关于方法论的讨论 我也不敢说 因为他还没有进行到方法 他只是一个导论 好 那我们下学期 这个学期以下 还会有很多机会 进一步的讨论 到这里我们暂停一下 我请问各位 有什么问题要问 我现在请问第一个问题 他把它区别为 宪法一跟宪法二 有意义吗 宪法一跟宪法二 这个区别 对你们来讲 是不是很新鲜 有意义吗 然后他说 宪法一的解释 就是要确认 当时制定这个宪法的人 他使用这个文具 所理解 并且期望要表达的意思 那个规范 是什么 这样可以理解吗 好 宪法二 这是最难的 他认为 尤其是在 那个宪法细征规范 本身就是不确定的 我们要怎么样 把它适用在一个 具体争议的情境下 这个比方说 美国因为是个案审查 我们到法官 现在也会有个案审查 这是针对法院的判决 所以这里会产生 类似的问题 法官 前面的法官 前审法官 他已经在个案里面 做了一个具体化的动作 不然他怎么得到判决 那么现在你到法官 认为他的具体化有问题 不够到位 你要把它推翻 我们大法官到现在为止 应该有三个 就是所谓的具体审查 三个 用大法官 用宪法诉讼法的话 讲的是裁判宪法诉讼 三个 那你去看看那三个 大法官的具体化 真的比普通法院的具体化 更好吗 大法官有没有交代 有没有理解到 具体化实际上是一种 判断的活动 它不是单纯的演绎 所以你没有办法 单纯从比例原则来得到答案 这推不出来的 他一定有判断在里面 那你要告诉我 你的判断 为什么你认为这样子 最能够调和各种冲突利益 或者最能体现 你所援引的那个宪法条文 所要贯彻的中心思想 比方说隐私 为什么这样子的 对那个隐私保障是最好的 听得懂我讲话的意思吗 好 那这一点是不是对你们也是一个震撼 然后最后 讲的那个对你们来讲 最难解的是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从一开始 最高法院是不是最高 作者采取的立场是 实务上实际上它是最高 但是他不会把它定性为 法律宪法上的最高 这样有听懂吧 再下来 那第二个问题是 那这个最高 它在解释的时候 那么它要不要尊重其他部门 在宪法一跟宪法二的解释 尊重的程度 某些程度上是一样 某种情况下是雷同 但是某些情况下会是不同 因为宪法二还会牵涉到 宪法二的解释 尊重的程度 还会涉及到判断 那个判断会牵涉到 是谁比较适合判断 我讲话有很难吗 我现在是已经都讲完了 我又重新把它回来一遍 我让你们去回味一下 我刚才讲的东西 你同不同意它已经不重要了 但是现在你要懂它在说什么 你要不同意它 一定要是基于你了解它 而后不同意 不能说我单纯不同意 这样是没道理的 那我们读这篇文章干什么 好 想想看 宪法一 宪法二有不同吗 宪法一的解释 是这个意思你同意吗 宪法二的解释 是这个意思是具体化你同意吗 宪法一的解释 荣有合理的不同意空间 有没有 那也可以因此推出来 在某些情况之下 你可以想象呢 既然是合理的不同意 所以也许大法官不要太坚持 要尊重其他部门的 合理不同解释 听懂吗 宪法二比较难 牵涉到判断 判断的问题 又牵涉到 谁比较适合判断 他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有引欧洲 人权法院的一个裁判在里面 我刚才时间的缘故 没有多细讲 欧洲人权法院 有一个字跟我们宪法23条 跟我们大法官讲的比例原则很像 它叫做margin of appreciation 就是我会准许你各国解释 什么叫做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 当代通行的道德 这个道德是什么 你有一个解释的空间 你不一定要跟我们欧盟长得一样 所以这个有趣哦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 他就完全的放弃了他的审查权 所以有些就像我们大法官讲 你有裁量空间 但是你预约了裁量范围 有些就是尊重你的裁量 这里就是大法官有不同的尺度 这也就是老师在文章里面写说 当我们采取不同密度 不同严格程度的审查基准的时候 大法官对于其他部门 特别是对于立法者 他们所做的裁量 我们会给予不同程度的尊重 我这样讲 可能对你们来讲 已经越来越难了 应该到此打住了 好 有什么问题再讲一遍 有什么问题请提问 我希望这个对你们来讲 是有趣的 开始 有人点头 有人没有回应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你们是觉得有趣的 我现在才想起来要喝水 可见我刚才有多专心 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下课 你可以把问题带到下礼拜来 我们再下礼拜问 好不好 好 下礼拜见 下礼拜见